大概在一周之前 我静态地体验了这台号称全新一代的瑞乎7PLUS 今天终于可以把它开起来了 话不多说我们上车 嗨小琪 我在 请说 导航到新云南皇冠建设酒店 找到多个结果 选择第几个 第一个 因为这是辆奇瑞的新车 所以说它的语音幻影词是小琪 其实相比于静态体验这款车 我更期待把它开起来的表现 因为车头的这台1.6T困缝动力 可以说是这台车最大的亮点 再加上新车 增加了轮距并且增加了车宽 再加上传承下来的多辆感悬架 然后还有R5的胎宽 都是通缉该有的表现 所以说这台车的硬件基础可谓是不落足的 根据此前官方给我的资料 这台车主要提升了舒适性方面 包括减震器 包括弹簧 包括衬套 都给你换成了新的 所以说这一次试驾我也在重点感受 这台车的舒适性反馈 这台车的底盘反馈的确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 当你以一种中低速的速度 经过比较高频的颠簸路面 或者说减速带的时候 的确能够带给你一定的隔绝感 但是在运动性方面就有所欠缺了 比如说当你以稍微高的速度 经过那种波浪的路面 或者说以比较高的速度去公弯 在山路上公弯的话 那么它的底盘有点拽不住车身的感觉 而这种调调方式 也的确是这一级别车型主流的调调方式 另一个对于舒适性比较影响大的因素 就是隔音静密性 这台车的隔音静密性 可以说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尤其是对于风道的控制 直到我上午开完这台车 中午在观察这台车的时候 才发现这台车 前排居然配备的是双层夹胶玻璃 这个在同级中是比较少见的 此外这台车的路道控制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可能得益于这台车配备的是固持的 Evolution CTT轮胎 这个轮胎的确是比较重视隔音静密性的 而此前用的轮胎是马牌的UC6 不过这两款轮胎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非常重视它们的湿地性能 不过此次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都是在干净驾驶 至于动力方面 我们自然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这一套1.6T的困棚动力 虽然它的排量并不算大 但是它的实际动力已经超过了很多2.0P车型 达到了197马力 299米 这套动力总成在奇卫加速中的装机量也是非常大的 包括此前的日复G Plus 还有日复8 还有刚刚上市的爱瑞德8 甚至是定位更高的星图车型 都在采用这套动力总成 很多人一提到7组双离合变速器 就可能觉得这台车的变速器响应会比较顿挫 但实际上我一天试驾下来 无论是早上的城市路段 还是下午的山路 整体表现都是平顺且绵密的 当然了 这样的调调风格也牺牲了一定的它的混档速度 所以说无论是底盘的反馈 还是变速箱的响应 都在偏向于舒适性而不是运动性 工程师可能是为了彰显这台车197马力的强大动力 所以说在油门初段 它的动力响应是比较足的 但是你想要真正感受197马力的真正实力 你可能要大脚油门 然后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 这种工况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倒不如稍稍降低它的马力 然后提升一点燃油经济性 根据我今天的实测 这台车的表显油耗是6.9升每100公里 这是高速油耗 平均时速大概是84公里每小时 如果说表显油耗乘不起我的话 那么这样的油耗表现还是不落后的 我今天试驾这款车型是顶配版本 是标配了R22级加持辅助的 在高速阶段我也感受了一下这套加持辅助的表现 基本上可以保持在车道居中行驶 然后并没有那种画龙的表现 然后遇到慢车也会有平稳的减速 有一点点老司机的味道 再加上这台车也配备了HUD的抬头显示 包括加持辅助 包括车速 包括限速信息 还有续航信息都会显示在HUD上 这台车也配备了比较完善的360度全景影像 显向速度很快 而且清晰度也不错 而且在你电道的时候 也会主动切换到你电道那一侧的加持影像 这台车升级了最新的LAN5.0熊市智云系统 内置了高的地图 然后还有我们常见的APPLE CAR BLAY 好远嗨卡都给你配齐了 不过在你操作的时候 这台车的人机控制学可能有一点点的小缺陷 比如说当你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你想放松一点 把手搭在这块的话 可能会悟触到下边的空调面板 目前这款车已经公布了预售价 指导价是10.69万到12.19万 也就是说我开的这台顶媒车型 也才12万出头 甚至顶媒车型的价格比老款还要便宜了3000块钱 那么这款车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